请慢用 谢谢 小贾呢 他怎么没来啊 测评指标 评估报告 补充的背景调查 一堆的事 马上要见那边的法国老板 要协调时间 地点 进度加快了 真适应不来 你就别说卖乖的话了 想笑 你就笑出来 不是买乖 习惯了被拒绝 哪一单一上来 不是从被拒绝开始了 然后吭哧吭哧地干活 血汗钱哪儿 突然遇到一个你情我怨的 节奏变快了 真不失业 幸好我没给你推荐 要不然 你去哪儿找什么合适的 我不管啊 反正你劝我一次 要你还呢 瞎问一句啊 你就这么埋头苦办 想没想过以后你的得人 再怎么发展 以后 然后 当然要进人 扩大规模 按照国外的体力建制来进行管理 然后呢 然后 等规模大了 就建分公司 在别的城市建办公室 就和关回海司那样 然后呢 没想那么远 我也没想过要建成更大的规模 引进资本合伙人质 研发系统打造品牌 加大网络投放 组建更专业的团队 引进最好的CEO CFO 得人的办公室 要走向大江南北 进驻各大城市的CBD 什么意思 走资本市场的路子 以上市为目标 说话呀 怎么突然会想到这个话题 在北京 跟一个朋友聊天 受到的启发 太庞大了 路很漫长 作账 查税 焦虑 失眠 泄定 热锅上了蚂蚁 我见过那些和IPO拼命的 创始人团队 想想就偷它 要爆发式的持续发展 才能扩大规模 也就这样了 再往下就没什么思路了 思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提供 我们只是猎头而已 你要是同意 我回去就辞职 加入德聚人和的创始人团队 真的假的 你刚提了副总 就算当了老总也没什么劲 这半年 我为什么晃晃要有什么事都不想干 我就是没琢磨透 现在我恍然大悟 就是觉得没劲 打工的人多少都会感到压抑 时间久了就会变态 有种无聊感 我称这种为无兴趣兵 我就是这种 人真能发现自己变态 智者自知 精英和白领是有区别的 OK 就当你是变态精英吧 资本市场 你有兴趣 大有啊 为你这么一忽悠 还真有点晕 我们是研究人才的专家 我们想要的人在哪儿 我们太清楚了 把他们请来跟我们一起做事 让他们跟我们一块成为亿万富翁 就这么简单 我最多想过被人收购 做上市公司的合伙人 没再多想 先认真考虑我的建议 一定要认真 你北京的朋友是什么人 让你醍醐灌顶 以前的客户 做投行的 喂 明天 那怎么来得及 得先问问赵简婷有没有时间 好 那好吧 这生意正是越来越好做啊 对生意正是越来越好做啊 怎么了 客户那边要见候选人 候选人也同意了 成了 六十多万的单子 天上掉了馅饼 好事来得太容易 通常有别的海益 别瞎说了 你真愿意辞职 来我的公司 首先 你要同意我对公司未来的设计 还有 要给我合适的股份 你觉得我是变态的人吗 没什么 没什么 因为你这么问啊 确实 老爷子 你喜欢的 可惜来晚了 老爷子 你喜欢的 真观想 陈老师 哪 集结会运创丑基金的梁总了 你不是在北京没见着吗 只好见一下 赚成为我这事来的 也不是 他和老陈的父亲有交情 都是舞蹈口的 过来看一眼 我说正好 你们也能见一见 我还接任他们公司的 财务顾问呢 他助理不是说 他们公司 北京分部已经满园了吗 是啊 事我们太僵化了吧 一人 你为什么非要回北京啊 如果不回去呢 什么意思啊 会连总部在杭州 要人 你如果在这儿干两年呢 在这儿 我没想过 没想过不要紧啊 现在就想想呗 我还没想过 去云南种葡萄呢 有点突然 我倒想问你 北京有什么好 什么也没有 会运的环境很好 企业文化开放 作风很优雅 温好 业务凝聚的 基本都是高端客户 我可以跟梁总说一下 给你挑个好的团队 你成猎头的了 要不是老陈的父亲 这个时候走了 你也不会过来 也不会见到梁总 还是老爷子偏爱你啊 人都走了 还给你一个逃离苦尽的理由 来了 光哥 小辉 你好 你好 来 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 骆一仁 以前做过中保的董事长 老爷子没了 过来陪陪我 这位是会营创投基金的梁总 你好 你好 中保 久仰久仰 照下亮堂 公司发展到今天 势必要扩大规模 如果你愿意过来 招人培训这摊子事 就交给你了 可以的 不过要先谈好我占的股份 将来股份值改革 份额决定我的地位 你还能再吃了落点吗 想要多少 不仅作为合伙人 我还应该是得人的 第二大股东 你瞧我这大局官多好呀 一点都没想超过你 我身边这些人 可都是创始团队的 什么意思 他们能跟我比吗 这你比我还清楚 精算过一百遍了 只多不少 在这点上 我是不会客气的 我要是借卖了自己 首先瞧不起我的人 就是你 这时候你就不考虑朋友的情面了 你会考虑吗 不会 对 我也不会 这是生意 硬要把生意往友情上扯 那就是无赖 无赖都不是 是混混的 说吧 想要多少 百分之四十 不可能 太高了 一点都不高 你拿百分之五十一 其他人分百分之九 最合理的配比 我的主你都做了 你是大老板 留着脑子给大事做主 这些小事 就该交给我去做 真的不行 四十太高了 这个问题 你应该思考很久才回答我 这么快回答 显得缺乏依据 真的太高 我没有思考的依据 我给你提个建议 赶紧找专家咨询回去 百分之二十 真要是这个数合理不花 你会要吗 别以为我会提出 百分之三十的折中方案 我不会提的 你说说 我二十 你多少 七十 剩下的人十 你怎么这么吐气 地主思维 你真该去五道口买课程 如何提升股东的价值 资本运作点事 我跟他谈了 他一开始很感兴趣 后来一忙就没消息了 他忙什么呢 他上个月放了颗卫星 给一家外资银行列了个支行长 很神速 等同行蜂拥而至的时候 他已经交易 在业内很有影响 我想这家伙 应该再体会成功者的喜悦呢吧 讲不讲是 说一些压力很大的话是吧 没错 什么想过平静的生活呀 好玩极了 我这次来杭州 短时间内就不回北京了 怎么回事 魁姐在货银创头基金 给我找了个闲差 在投资部 全当实习了 你俩偷偷摸摸的 究竟想干多大的事啊 你没有啊 你别瞧不起我啊 我以前在中宝也做过投资的 我们也有基金项目 领略过 哪敢瞧不起你啊 郑秋冬现在需要有人 从正面影响他 培养他的战略眼光 制定出具体的远景规划 我不是合适的人 这事儿 我好像可以来做 我突然对现在的特惠 越来越没兴趣 你要是能去得人 当然最便利 他需要有一个商量大事的人 但想一想把一家小公司 拖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就是一些很刺激的事儿 就像 山谷的孟子静 山谷的成长我是见证人 孟子静只擅长做一件事情 就是选择合作者 选择对的合作方 直观重要 那也得看运气 不是每个流浪汉 都叫亨利亚当 行了 比如说咱们康求科技 准备在国内上市 但有外资股发行人 那就必须编写 招股说明书的外文文本 你们应当保证两种文本内容的一致性 我们会努力做到一致性 要是最终发生起义了呢 那没办法 只能以中文文本为准 毕竟我们是国内的上市企业嘛 没别的问题 我接着往下讲 二叔 我们先走了 好 再见 这团队不错 很专业 我信任 让二叔跟着 以后我们就扫插手了 好 你是不是些烦了 想干点什么 小林 你好 柯老师 跟您自成的事 秋冬啊 什么事 您说 我给他们提出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算是最重要的合伙人 但他提出要百分之四十 高不高呀 是不是太高了 好像是高了点 我觉得有点高了 您认为给他多少合适 我觉得百分之三十吧 再多咨询一下 那您觉得多少合适啊 我觉得三十差不多了 你可以再看看更多的案例 明白了 您跟陈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什么时候回杭州 计划后天会 计划后天会 再见 回去再聊吧 再见 是 林白打给你的 是郑秋冬打给你的 你跟罗依仁偷偷摸摸搞的那 那不就 开始了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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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